一回来跟郑师傅聊天 郑建顺师傅他来自台湾 非常让我欣赏的一位师傅 因为他不单单他有很好的艺术 也有很好的武术 他的武功也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他自创了一套 他这一套天地人的一套疗法 天地人的疗法里边 是需要到因应的节气 就是天时还有地理 刚刚也讲到了 就要选择不同的地方来去修炼 或者是去医治身体的 然后还有就是人 这个人的这个方面比较特别一点 人的这个方面跟我们解释一下讲一讲 天人合一是怎么样呢 是给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必须要要阴阳平衡 对吧 那如果是双修两夫妇 必须要达到这种阴阳平衡的方法 才可以达到身体健康 师父请你讲一讲 这个人也是重点中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生命它是一个传承 就是说你要给下一代 所以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 只要你有那种我们讲叫性冲动 性的感觉 就是你身体内脏最精华的东西 男孩子叫还没有出去就是内脏的精华 出去都是精子 那就是要遗传给下一代 女孩子一样 她准备去受孕子宫内膜增生 她就也是身体的最重要的东西 她已经产生出来了 要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遗传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中华老祖宗 尤其是早期的一些房地 一些贵族 他们就在修炼这一套工法 道教也很注重 包括瑜伽 很多都在注重这个修炼 那我本身从童子宫 九九神宫 我其实学了十几种的 这个方面的东西 那从我的印证 再把它转到医疗上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运动 非常高级的运动 关乎到你的身跟心 好不好 其实你生出来 那个人如果是一个 能够补入众生 还是是祸害百姓 他一样就是做这个运动 那我们先不要讲 我们讲优生学好了 爸爸健康 妈妈健康 生出来的小孩应该还不错 如果爸爸身体不好 妈妈身体不好 通常来讲 那个小孩身体也要好 可能有点难处 师父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因为我听说一句话 男的要看父亲 看肿 女的要看妈妈 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 几乎是跟妈妈的身体呢 是遗传到一模一样的 连相貌都会很像 基本上相貌遗传 可是不好的病有80% 男的遗传 男的女的遗传 女的 所以很多人说要生起来 我只建议说 你能不能乖个半年 好好把身体调整 然后再去生 不然你以后 常跑医院你会很辛苦 那我们讲就是说 你在心房有心房的时间性 什么时间性 其实子时的受精的是最好 那你说那个时间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大概就是七八点就睡觉了 所以你到那个时间自然就养起 那时候就是受精最好 那女孩子的排卵期 如果是刚好又在15 我们讲的农历的15 那个生命是最旺盛 如果这个时间上结胎的时候 对身也是最好 那我们应用在身体 你不是常常在生小孩 可能就是一个两个 那相对的身体 就会产生这些反应 其实我们看一个人健康不健康 尤其是男生 睡觉早上起来 他有没有沉伯 有没有起来 如果有起来 我相信他整天精神状态都很好 如果没有起来 那状态可能会比较差 跟年龄有没有关系 有不是绝对的 第一个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 第二个看你怎么样去保养它 那基本上有沉伯对身体就很棒 我们治疗很多患者 到一定程度他开始就会沉伯 那他的恢复就会非常的快 一个是他生理的改变 一个他心理的改变 那是很重要 女孩子还没有停经之前 一个月至少要两次有那些的需求 如果没有 基本上身体 不是生理出问题 就是心理出问题 生理的话他可能就是内蜂蜜出的问题 那心理可能就是一个 他对这个有不好的印象 可能是生理 就是我们讲在治疗过程当中 有些是受的侵害 有些是他刚开始就是不舒服 到最后还是不舒服 生小孩很多恐惧性 有些是受宗教的一些 可能灌输这个不是很好 像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说 我月经来了我今天休息 其实女孩子特别要注意 你月经的时候 就是你身体的大扫除 你那时候把精血排出去 可是你身体再好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精血排得很干净 所以你的内膜就会有一些医血块在那里 那个疗程一过了以后 你可能没事 下一次来你又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壁上面一直 那个血块没有完全脱离得很干净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想很想继续慢慢跟你学 但是呢也碍于时间也有限 那希望真的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邀请你再上来跟我们去聊天 您在接下来对你的这一套功法 有什么样的展望 你希望能够做到什么 因为我看你现在都全世界跑了 去到不同的国家 连独拜啊 连哪里的盾里都去了 去为了就是要传播你的这一套功法 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健康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给大家 一个将来 因为一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觉说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国情的不一样 比如说中国人 华人的接受度就比较高 其实我到国外去发觉 外国人接受度更高 因为他看到这个效果 那只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把这个语言做一个转换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那他 第一个我现在在研究 你不要花很多钱 不要花很多时间 不会痛 效果很快很明显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一般的人普遍的都可以夫妇 或者是自己在家都可以去学习 也可以自己去练 也可以自己去医治旁边的人 我觉得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师傅 真的是一代宗师 能够把你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东西 能够去希望传承给下一代 给不同的人 所有的人 不同的民族 大家都可以得到健康 那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郑师傅你可以又可以有这个荣幸 邀请你上来 在我们这边跟所有的观众 在电视机前面 跟大家又可以慢慢的详细的讲一讲 怎么样去医治 或者是怎么样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健康 今天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 就可以在这里跟你见面了 三少天地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郑健逊师傅 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聊天 将他的心得健康的一些资讯 可以交给大家 希望下一节 希望下一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 在这里再跟大家见面 三少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